8月7号是农历丽丘解气 古人把丽丘看作下丘之交的重要时刻 民俗学者介绍 根据时间计算 2021年属于晚丽丘 古时民间流行在丽丘这天已玄秤称人 将体重与丽业下时对比来检验肥瘦 体重减轻便是苦夏 需要贴丘标 如今中国多地也沿袭了贴丘标的习俗 丽丘的这天是称孩子的日子 尤其是河北山东啊 山西一带 大人觉得自己家的小朋友这么热 瘦了没有 丽丘了 家里可以做肉吃 民间的一般的说法是要贴丘标 尤其是北京的这种贴丘标 非常有意思 就是吃肉 一般吃什么叫蒜泥白肉 用清水煮的那个肉 煮熟了之后切成薄薄的片 然后再蘸着蒜汁去吃 杨兴表示 三福天里天气温热 湿气较重 而丽丘之后 早晚天气将逐渐转凉 因此他建议民众可适当增添衣物 饮食上 气急贪凉 丽丽丘这个当天是要注意养生 避免劳累 老人可能再不注意穿短袖衣服 难免受风 你要更注意到一早一晚的增减衣服 尽量慎用西瓜 西瓜本来就是凉的物 老人孩子 尤其是肺部不太舒服的老人 基本就慎用西瓜 此外 丽丘之后 保证充足睡眠 也是人们秋季养生的重要内容 丽丘呢 尽管后面还有两个服 毕竟早晚已经开始 感觉到凉爽 身体不黏了 这个期间的 就是中医认为 是你要注意当天的休息 好好地睡觉 注意养生的话 是应该把人家的那空调 夜里睡觉的时候要关闭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